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就是 基督徒需不需要有好行为 好行为是不是必要的呢 好行为有什么标准呢 那什么是好行为 改革中生学家在面对所谓的 好的非信徒的问题的时候 就有一些非信徒 他们也是做善行啊 他们也是做好事啊 他们的行为也很好啊 那我们要怎样去看这个问题 改革中生学家 他就会认为人的本性是完全堕落的 完全堕落 但是这不意昧着人的邪恶达到了极点 而是说人在思想言语跟行为上 我们没有任何能够取悦上帝的地方 除了恩典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 做出任何的善行 任何的好行为 但是呢我们周围哦 却有好像有很多非基督徒 好像他们都爱做好事啊 他们很爱自己的家庭 他们很努力工作 他们去帮助穷人 他们对邻居都非常的友善 这些看起来都好像是好人一样 但是呢改革中生学却是质疑 这样子的所谓的美德 他不承认不信者 通常会对社会的改善做出贡献 那这种贡献被称为Civic Righteousness 或者你要讲功名的义也好 可是这种Civic Righteousness呢 功名的义 他不能够取悦上帝 因为他缺乏了三个很关键的特征 由未重生的人 他所做的行为 尽管他从内容上来看 可能是上帝所命令的 对他们自己对其他的人都有好的这样子的帮助 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出于被信心所洁净的良心 也没有按照圣经的正确方式来进行 他也不是以荣耀上帝为最终目的 因此呢 他们是罪恶的不能够取悦上帝 也不能够使人配得上帝的恩典 而且忽视这些行为更是罪恶和令上帝不悦的 刚刚我所读的这句话呢 是西敏信条第十六章第七节里面所讲的 你可以注意到这里有三个重点 他讲这一些他们是不被这个信心 他不是出自被信心所洁净的心 所以其中一个必要的成分是 要被信心所洁净的心 第二个呢 就是他要遵守上帝的话语 而第三个 他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 也就是上帝的荣耀 第一个是明确的圣经所强调的 西敏信条 他是引用了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 和其他的一些经文来论证 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 他也提到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在耶稣跟法利塞人的争论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我们的义必须不单单是外在的义 这个义也必须要包括内在 内在动机的 在描述善行或者好行为的内在动机的必要性的时候 圣经不单单提到了信 他还特别提到了爱 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章 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所讲的 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爱不单单是对善行或者好行为的必要 而且他是充分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行为是对上帝 对我们的灵舍的真实的爱 所驱动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在履行律法 根据这个信条呢 第二个要素就是你要遵守上帝的话 也就是他的律法 你记得上面我们讲到了这个遵守上帝话语的重要性 当然遵守上帝话语是好行为的必要条件 因为对上帝律法的违背就是罪 但是他也是一个充分条件 因为如果我们完全遵循上帝的命令 那么我们在他的眼中已经做了一切必要的善事 那当然在上帝的命令当中 包括爱和去寻求他的荣耀 第三个要素就是正确的目标 也就是上帝的荣耀 伦理学的这些文献当中 常谈讨论到上也就是人的最高的标准是什么 大多数的非基督徒的这些作家 他会认为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就是快乐 或者让人让人类能够幸福 但是圣经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寻求上帝的荣耀 任何行为都必须荣耀上帝 那这一个行为才是好行为 因此寻求上帝的荣耀是上行的必要的条件 如果一个行为他确实荣耀了上帝 那么他就是上的 因此荣耀上帝是上行的充分条件 因此上行好的行为 他有三个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 正确的动机 正确的标准 还有正确的目标 正确的动机 他对应的是我们讲的前面的这个 门约灵在的主权的属性 因为是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面 放了信心跟爱心 正确的标准呢 就是对于上帝的主权的权威的属性 而正确的目标 对应的是上帝的这个掌管的属性 因为是上帝他创造 还有他的护理决定了哪一些行为 会或者不会导致上帝的荣耀 上帝决定我们的行为结果 也决定哪一些行为 导致我们的这个丧行 OK 那为什么我们要形上呢 圣经他当然也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理由 我们来看一些biblical reason OK 第一个呢 救赎历史 圣经基本上有三种方式来鼓励信徒来行上 首先圣经他是诉诸于整个的救赎历史 这个是世界本身的最主要的动机 上帝已经从埃及的这个奴隶底下 把以色列救了出来 所以呢 他的子民应该要顺从他 在新约当中 作者也是常常要我们来行上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而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也是要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赎罪的工作 而我们出于对他的爱而有所的回应 耶稣自己鼓励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耶稣的爱他最终在十字架上面被显明出来 要求我们彼此相爱的这样子的回应 而另外一个劝勉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 里面讲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当基督死去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罪也死了 当他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在他的意当中一同复活 我们与基督在他的死和在他的复活当中合而为一 因此这些历史事件 它具有道德上的意义 我们应当按照新生命而生活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他赐给我们的 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 所以海德宝要里问答 他就强调我们的善行源于哪里 源于我们对上帝的感恩 这些善行不是为了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喜悦 而是对他已经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有感恩的回应 然而我们对救赎历史的关注 不单单是仅限在过去 他也是对上帝未来将会为我们做什么的 这样子的一种期待 上帝他对未来祝福的承诺 也激励了我们要顺从他 耶稣他命令我们 你要先去求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儿这些东西就要被寄压给你们 那这种动机呢 他强调了上帝的掌管 因为历史他是上帝他掌管的领域 也是他永恒计划的显现的地方 那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个掌管的部分 救赎历史的部分 我们还看到了圣经 他通过关注上帝的命令来激励我们行上 所以第二个就是上帝的命令 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 他来是要成全律法 所以不管什么人废除掉这个诫命当中 最小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的 他在天国当中他要被称为最小的 但是无论任何人遵守这个命令 又教训人这样子做的 他在天国里面要被称为大的 所以在这些讲道当中 耶稣还有他的使徒们常常提到了律法的诫命 也谈到了这个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命令足以让我们去承担这个义务 足以让我们不得不去这样子做去有善行 不需要其他的理由 因为上帝已经叫我们这样多了 然而呢上帝他也给我们其他的动机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堕落的 而且他爱我们 他把我们作为他要赎回的这样子一群人 这种动机反映了上帝主权属性当中的权威 他有这个权威 我们应当顺从他 仅仅因为他有绝对需要被服从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威 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命令作为这个上帝的这个权威的这个属性里面 那接下来第三个你可能你也可以想到啦 我们要谈的就是关于上帝的灵在 那圣经当中有什么部分透过上帝主权的灵在来让我们提醒我们要有善行呢 那就是透过圣灵的灵在 圣经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活动 这种动机居于上帝主权属性当中的灵在 保罗他说 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 就不放重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上帝他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 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给了我们新的伦理的倾向 虽然我们内在仍然存在着冲突 但是我们是有资源去追随圣灵 圣灵的欲望 而不是跟随肉体的欲望 因此呢 保罗他呼吁我们根据神给我们的重生 根据神给我们的成圣 在我们心中所发生的这样的变化来行事 在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一节里面 他就这样子讲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意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但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 保罗也继续阐述 我们的这种变化的伦理的行义 因此呢 圣经他通过这三个部分 救赎历史 通过三帝的命令 以及他通过圣灵 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工作 来激励我们要行善 要有好行为 而这三个分别对应的 就是上帝主权的掌管 上帝主权的权威 上帝主权的灵在的属性 所以今天我们同样 借着这个三重的视角 来了解了 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有善行 你如果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点赞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 需要这个视频的话 你可以把它转发给他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 拜拜